在防疫期间 民众每天关注疫情指挥中心的播报 而当中的手语应用也受到瞩目 在手语教会 常态推出的圣经课程 今年询问度增加 手语成为了另一类的热门学 每个国家都有手语翻译在 那我们国家只是因着 现在这样子更长 更长的出现这些手语翻译 被看中了 别人对我误解有的时候 我会很容易原谅别人 原谅 在手语教会有个特别的工作 就是手语翻译员 他需要把牧师讲道转译给听障者 也要担任当中沟通问题的角色 在教会担任十多年 手语翻译员的冯曼蓉 平时从事邮政分信的工作 一开始因为在公园看到手语舞 引发兴趣学习 就这样踏入了手语的领域 手语学习之后 我觉得荣人朋友是很可爱的 荣人朋友也是很容易接受我们听人朋友 我发觉他们很聪明 渐渐的 冯曼蓉在教会牧师的鼓励下 投入服务听障者的行列 但从听人走入无声的世界 却没有这么简单 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有时候荣人朋友觉得 你错了又怎样 大面指责 我会觉得说 真的挫折感很重 荣妈妈也会一直在陪我 都会安慰我 那没有关系呢 怎样都是难免会有错啊 我也是觉得是对啊会错 那毕竟还是自己努力不够 手语通用的打法就有好几种 犹如各地所谓的方言 更有不同区域手语的分别 而使用手语来教导圣经 也是不容易的过程 譬如说圣经当中 重生的打法 就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重生 这样的人会感觉 这是什么 重重的生下来吗 不是啦 所以说要再生 我们还是有时候看不懂 那希望那个手语翻译 可以把北部南部 说翻译 的手语再做调整 那让南北的龙人 都可以看得明白 手语教会另一位 手语翻译员黄芷柔 在学校任教 并领有台语文证照 最早在台南社大学习手语 最近开始在手语教会 参与翻译服务 他从中发掘听障者的特点 并且愿意为他们付出 他们的个性大部分 都是比较单纯 所以人们的自质 会比较滴质 想起来比较深 还是比较逸 但是我感觉 大家要做会分享 我感觉我自己是什么 你感觉你自己是什么 他们就能不是只看到一点 而是看到欧阳的白人 他们怎么想 手语翻译员和听障者 在沟通上彼此学习 在生活上也一起面对 时局的变化 互相提醒分享 不要因为疫情逐渐趋缓 那就放松 口罩人们要戴 要多洗手 要记得与人保持距离 那要忍耐 在这段期间 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 也祝福大家 也许无声甚有声 只要有福音 有爱 听人和听障者之间 就能够彼此接纳 建立美好的关系 在疫情期间 更显得温暖 耶稣 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